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0月22號 星期二晚上11點 運通財經台製作的股市晚安報 我是郭凱 結論一開始先關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歐美股市休息 亞洲股市走弱 導致台股也出現了 創高之後拉回整理格局 今天小黑盤開出之後一路的震盪 空頭猛烈的轟旗電信食品股 多頭則有宏達電亮燈掌提 台積電搶手高檔 帶動電子反攻 加權指數下跌了1.05點 收在8418.27點 成交量是773.69億元 今天大型全支股台積電 鴻海是扮演的稱盤要角 大力光更是在蘋果新品公布前夕 重新奪回股王寶座 帶領概念股音業達台郡 同步走強 宏達電在王雪洪執掌冰服 周有名力拼創新之下 市場是齊身的較好 亮燈掌停板 網通族群是受到4G的標金持續上衝 成本一律日益的加深了 由亞太電信率弦沙盤 衝擊的台灣大更迭3% 中華電信遠傳同步收黑 成為空方箭把 傳產方面 食品類股持續受到 混油風波的一個拖累 重挫了1.4% 最為弱勢 金融股成交比重降至5% 效跌作收 在今年重大財經 據集部分 4G的行動執照標案 已經突破千億大關 而這麼高的標金金額 讓股價向來不動如山的大牛股 電信三雄最近的表現 是越來越難看 中華電信是中錯了將近有2% 而今年剛掛牌的亞太電信 可以一度被打到跌停的價位 16.35元 在蘋果發表平板與筆電新品前夕 蘋果概念股掌跌互件 維支證券指出 可承在行動裝置 輕金屬機殼市場中 是全球的領先者 而在智慧手機 輕薄潮流不變情況下 可承將會是最大的受惠者 而明年 當蘋果和三星 再次推出新手機時 也一樣會推動營運成長動能 可承公告為了配合蘇州工業園區的 產業發展政策 蘇州舊廠將在11月下旬開始停產 可承表示 蘇州舊廠產能會轉移到 泰州或是數千廠 因此生產量是不會出來影響的 第四季成長目標也不會改變 今天股價在平盤上下游走 最後以小紅作收 並沒有受到這個消息的衝擊 德國的3D印表機的生產商 在上個星期五登陸了美國的股市 上市的第一天股價就飆升了一倍 激勵的美國以及大陸的列印股 也有連續兩天的亮眼表現 今天換成台灣的3D列印股 時為大總還有亞太以上等公司 也陸續的亮燈漲停了 時為145.5元 大總漲停120億元 亞太以上也漲停在42.15元的價位 台北股市邁入第三季 財報公布密集期 自行車雙雄美利達已經巨大 因為第三季是旺季 前三季的營收持續的成長 再加上毛利率的提升 反而就預估美利達第三季 將會是獲利最高峰 股價上漲了12元 漲幅超過5% 帶動了巨大也有紅盤的表現 成為盤面上焦點個股 法安在期貨的布局 還有三大法安的買賣超盤名 外資買超了26.46億元 投信時賣超了3.1億 淨商的是買超5.73億元 三大法安合計買超29.08億 小營宿一同來關西 大法安合計 台股期貨部分以8414點做收 小獎的14點與現貨相較逆價差4.27點 城堡面部分外資多單大增4659口 轉為淨多單2419口 投信空單小增104口 淨多單部位降至1762口 信商空單加碼1373口 轉為淨空單168口 總計三大法人多單增加3182口 至4013口 至臺北股市表現外資法人觀點部分 4G頻寬大增的飆售價格已經突破1000億 但是摩根斯特利證券卻指出 電信三雄近來股價的疲弱 還只是將現有的利空消息反映進去而已 等到未來加入新進的業者帶來威脅 對於股價的衝擊還會更大 因此把臺灣電信產業的投資平等 從中利調降到謹慎 紅達電對於經營階層改造賣出的低步之後 各大外資也指出 三腳步有些晚了 但仍然認為這是朝正面發展的低步 但是內資法人卻表示 出不同的看法 認為紅達電今天的股價只能算是跌升反彈 畢竟目前高間手機市場的成長動能不強 中低階銷售與獲利也充滿變數 聯發科法說會將在11月1號登場 將在法說會公布猜測數據之前 而一次證券指出 雖然第四季的移收將會計減10%到15 不過這只是傳統季節性因素影響 因此仍然看好聯發科第四季的毛利率 渴望持穩 花旗證券指出 台灣的兩大封測業者日月光 以及細品因為得利於 同打線製程進入收成期 因此帶動了這兩家公司毛利率的升溫 另外再加上來自蘋果 指紋辨識晶片等新生意的一個益處下 花旗持續涵買這兩家封測廠 並且將日月光的目標價 從31元拉高到34元 接著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強弱事故 音樂 jazz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信向台今天出台的偏多讯息部分 金像店第三季的合并营收 比第二季还要成长7.39% 发言人杨诚则表示 第四季的营运将会比第三季还要好 主要是因为伺服器与网通产品的应用出货良好 而受惠于营运表现的逐渐走扬 盘中股价一度大涨了4.2% 台尼在中国十一长假前释出了涨价的讯息 算说在长假结束后 客户因为涨价而导致订单减缓 不过目前看来整体的需求 还是维持向上成长态势 反正预估台尼在大陆第四季单月发货量 有机会站稳420到430万公吨 计增将近一成 受到中国车市回温带动 玉日车转投资东风日产 第三季的业绩是成长的 而法案预估东风日产第三季 贡献给玉日车的投资收益 上看了将近18亿 而假望第四季 法案是看好玉日车今年的EPS 将可以达到21到22元的新高纪录 国民饭店今年的旅展 虽然说跟去年一样推出了限量策略 但是在品项的调整下 移收渴望上下2000万 而虽然10月受到大陆新旅游法影响 陆团来台减少了三成左右 但还好有黄色小鸭来填补空缺 提升了高雄国宾的住房率 因此预估国宾10月营收 会比去年同期更好 液态9月的营收在中华电信光线电缆 以及越南厂出货增温益柱下 营收重新回到3亿元以上水准了 因为第四季渴望持续的稳定出货 预估液态单季营收有机会攀上全年高峰 受惠于大陆以及美国汽车产业持续升温 再加上欧洲的消费信心开始回稳 国内的工具机以及零组建厂商 第四季的接单量普遍是优于预期的 因此反而就认为工具机产业已经走出了谷底 预估第四季营收渴望优于第三季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国家五院 龙盘虎具 考试院全长百年人文命脉 及政经学艺人脉 一窗一井 韩运八方 山水造势 船市气运 汉林苑 璀璨落成 2236-0000 班贼早春节 正结盘主公司 是一间正牌盘主公司 尽量第一 博物上路 控制控控控 控控QQ333 深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头痛 请用五分珠 深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吹起庭 先用起庭 五分珠 爸爸 二排清理窗 专利复合是岛块 水面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二排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待有 有了二排清理窗 有了三排清理窗 就是有了三排清理窗 我们还不信一路下廊 一路下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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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互相讨 一路下廊 两个是专业人家的 所以那八十年时钟 看大家的手腕不穿 手蜜蜜 我就感觉真幸福 今天您微笑了吗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对话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时升值1.6分 达到29.466元 对话1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5.19亿美元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来看看 来关心国际重大财经讯息 纽约油价跌破了 每桶100美元大关 这样的价格是从7月以来的 第一次发生 主要原因是美国原油库成量 已经扩增到三个月来的最高 超乎市场预期 由巴西 印度 印尼 土耳其 以及南非组成的脆弱五国 现在已经成为投资人 必知唯恐不及的对象 原因是在美国联准会 可能会缩减量化宽松 以及在中国的需求降温情况 这些国家暴露出经常账赤字 和结构性的缺陷 也打破了过去新兴市场 总是同步涨跌的常态 从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 可以看出 虽然日元持续的走扁 推升了进口物价 但却不能提供出口业者 足够的帮助 导致日本九月出口表现 令人失望 连续十五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刷新的历年来的最长记录 也凸显出首相安倍晋三 拼经济面临的挑战 越南国内的航空公司 目前都在积极的扩充机队 开辟新的航线 还打算将股票上市 在当地的需求 以及国际旅游带动下 多家客机制造商 如波音 空中巴士等等 都认为越南是 潜力可观的业务来源 也强调越南渴望成为 全球成长名列前茅的航运市场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大陆股市今天创下了 这一周来最深的跌幅 这次的重挫是由房地产股带领 近来房价高涨导致市场不安 大陆政府决定加强房地产的管制措施了 而这项举动却造成了中小型肋股 因为预估值过高而产生了股价下跌 想念是不是一同来关系 我们下期见 在国内重大财经讯息部分 宏达电的经营高层改造 迈出第一步 董事长王雪红 接管行销 销售和供应链等事务 而执行长周永明 将要专注在产品的研发了 未来在平板电脑和穿戴式装饰 也会有相当创新的应用 借由这次的重大改革 宏达电有自信 要攻下全球5%市占 高阶智慧型手机 要赢得15%的成绩 宏达电新机皇 OneMax正视亮相引爆话题 现在高层分工和行销策略 也出现大转变 董事长王雪红将亲自接管行销 供应链和销售管理 执行长周永明则是专注研发 同时传出有意邀请协助打造 宏达电盛事的共同创办人 灼火土回锅 锁定装接手机 穿戴装置以及平板等业务布局 根据研调机构刚刚的统计 宏达电目前全球市占只剩下2.6% 远低于两年前的11.1% 在高级手机主战场 面对苹果三星夹杀 人才方面也面临严重流失 从2012年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13位高阶主管出走 这次营运策略大转变 宏达电有自信要攻下全球5%市占 高阶聚会机赢得15%成绩 宏达电的重大改革 美系外资纷纷点名看好 表示组织再造还需要时间检验 未来如果采行的发展方向正确 有机会缩短走出谷底时间 同时预测短期内 宏达电还不会考虑合并 林松车夫 看不到 国内食品安全亮红灯 民众买得不安心 知名的石油油大厂 爆出了甲油事件 引发替代性需求出楼 推升的其他食品大厂的营运看好 其中南桥就宣布 将在三年内斥资50亿 扩充台湾大陆以及泰国市场布局 从索花季 毒淀粉 近期又爆出食用油造假事件 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接连爆发 由董事长陈飞龙领军 将文两岸烘焙用油大厂南桥 没有卷入风暴 加速扩张集团版图 预计2016年在大陆达到七条油脂产线目标 预计入我们台湾的业者过去 三五年里面应该有可以增加一百亿的市场 应该没有问题 食安出包 国内食用油市场大洗牌 南桥大动作进行全球布局 重新规划未来五到十年营运蓝图 粗估三年内至少砸下50亿元 扩充台湾大陆泰国等失业群 推升营收反备成长 另外旗下大陆餐饮事业也没有受到净奢令打击 全年营收上看2.5亿人民币 我们台湾的伴手里的一些产品 在曼谷县生产 摊开财报 南桥第三季税后盈余来到2.6亿元 累计前9月税后经历则是达到6.16亿 年增超过百分之百 同时创下单月单季以及前三季新高纪录 显见南桥惊人的成长动能 福尔学卢关宇台北报导 台湾第一家的上市食品公司 魏权欢度60周年 董事长魏应充出席 谈到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 他已曾经担任食品GMP协会理事场的经验 呼吁政府要把关应该要更严格 他强调任何一家厂商发生的食安问题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国内食品产业的发展以及推斗 现场首播为前60周年纪念歌曲MV 董事长魏应充亲自上阵 唱出对公司浓厚的情感 坐在台下看着投影幕 魏应充忍不住跟着MV哼了几句 现场跟邀请参与MV制作的制作人 李寿泉以及歌手苏睿 共同欢庆魏权60岁 去把那个歌词歌曲去了解以后 我想就会引起各位的共鸣 魏权60岁总经理张教华也同样出席 从魏应充手中接过象征公司60岁的看板 而谈到国内食品安全疑虑 魏应充还是感慨地表示 任何一家厂商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都会影响到整个食品产业的发展 以及国际市场推动 另外对于市场布局 魏应充指出下阶段将放眼国际 目前正积极评估东协市场 不排除在泰国设厂 作为进军东协前哨站 至于市场关注的魏权三重台北厂土地变更案 目前已经送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 进行都更审查 最快2015年 渴望开发成为助商合一豪宅 成为新北市新地标 福日宣的关羽台北报道 推出不少高阶手机的韩国手机厂LG 现在也转向推出新款的中阶手机了 5.5层大萤幕键盘也跟着放大 根据统计 高阶手机市占大约有三成 其他全是中低阶的手机贴下 LG看准的中低阶市场 喊出在台湾一个月的销售目标 要达到一万台 5.5寸IPS超大萤幕 按键键盘也放大 老花眼镜视眼不怕看不见 机身背后还隐藏一支触控笔 可以随时随地注记笔记涂鸦 超大3140毫安培大容量电池 带进模式可以长达三天 另外注重隐私的民众 LG贴心早就为你设想到 例如说我现在只设定了 这5组应用程式给你的好朋友使用 当我开启来宾模式以后 你的好朋友就只能使用 这5组应用程式 其他的东西他是没办法使用的 是有所谓的隐秘性跟保密性 就是如果说你有什么不想要 被人家知道的隐私或秘密的时候 你都可以透过来宾模式 拼规格售价也清明 推出不少高规手机的LG 现在也转向中低阶市场 因为外资不止一次市井 高阶换机潮需求放缓 动能将转向中阶机款发动 实际上三星早就抢入这一波市场 推出Galaxy Mini系列 甚至预告第三季获利 渴望达到94亿美元 就连法国品牌阿尔卡特 亏为十年推出5寸新机 同样锁定中低阶目标 高阶以外我们中低阶 还是有很多消费者会喜欢 这个中低阶的一个功能强的一个手机 目标是我们一个月一万台 LG不为对手来袭 喊出在台一个月销售目标一万台 中低阶市场十足的大陆品牌华为 更誓言台湾市战要从目前的3% 近升到15% 看来用高品质中低价位充销量 似乎成为2013年手机市场主流趋势 林宋春副 看不到 便利超商业者全家 携手了大陆的网购平台淘宝网之后 抢购网购商机再下一成 正式宣布跟雅虎要合作了 导入超过150项产品 预计为期三个月的活动 渴望进账高达一亿的营收 台湾人气购物网站 包括雅虎 奇摸 PC Home 线上购物 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统计显示 台湾网友平均使用网购年消费金额 从2010年的9670亿元 到2012年已经达到17209元 平均每人年消费金额成长将近八成 力道惊人 全家瞄准市场大动作抢劲 这几年来便利商店已经超出了食品销售通路 在经济发烧 全家既吸收大陆最大C2C网购平台淘宝网 首创国内跨岸网购便利商店取货服务之后 再下一成 牵手雅虎奇摸超级商城 导入站内人气商店超过150项商品 预计为期三个月的活动 渴望创造高达一亿营收 这些东西的回转率会更快 今年不会太差才对 看着网购市场年约上千亿的强大商机 加上秋冬旺季所带动的寄取件数量升温 对手莱尔富也借此机会 全面升级寄件以及取件服务 首度与露天拍卖合作电刀店服务 预期透过这次合作将能趁胜提升一成以上的业绩成长 福利学罗关宇台北报道 触控笔电需求不佳 IC设计益龙电营运是先蹲后跳 董事长叶一号指出 第四季营运预期会较第三季衰退 不过客户对明年的态度是属于正面的 加上面板厂供应链充足 看好明年触控笔电渗透率将持续攀升 成长时上看三成 笔电品牌厂搭配温业8.1推出变形触控笔电 加上英特哈斯威尔新平台开始出货 用尽全力抢救笔电买气下滑 但一龙电董事长叶一号认为 目前市场还是没有明显增弯 估计第四季营收会比上季衰退 但就客户端反应来看 明年触控笔电渗透率 渴望从今年的10%倍增到20% 甚至尚看到30% 第三季我们目前来看是比较保守 因为客户方面整个产业看起来会比较保守一点 主要是MB的部分 回顾今年触控笔电市场 上半年因为OGS面板产能吃紧 供应不顺 下半年则是市场需求走缓 拓展速度不如预期 但是一龙电强攻触控笔电还不够 去年更是积极卡进国际和中国一线智慧型手机品牌供应链 也一号预估 明年上半年在手机部分 可以看到明显出货成长 另外在平板电脑部分 也有不错成绩可期 台湾这个电脑大厂 国外一些大厂也开始出货 所以变成说 整个触控的比例在市场上是越来越高 台湾触控产业陷入低迷 就连触控面板厂龙头成红 第三季财报也划了一跤 合并营收就要上季减少23% 畅控强调 今年平板电脑新品上市时间 普遍延后到第四季 从目前订单状况来看 10月营收回升幅度较大 第四季营运展望乐观 林松称赋 台湾到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李财周刊用心为您精打细算每一块钱 即日期订阅12期送三期 只要2288元 订阅26期只要4288元 订阅52期只要8188元 再想精选好李二选一 详情请下02 23 9 2 6 6 8 0 或上李州网站查询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头痛 请用玉分珠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药庄 嘴气疼 先用气疼五分珠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多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大户拼命买 它的基本面丸子 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 赞 谁能将各类产业分门别类 邀请专家为您说清楚 掌握投资方向 谁会将您想投资的企业财报 独家剖析 将数字来说话 不怕买错股 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运通向前冲 让您聪明投资 赚钱更轻松 大家好 我是张飞 我喜欢骑哈雷 玩鹏帆 打高尔夫 整个淡海 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郑重推荐 淡水最优质的个案 假期人生 乐活成真 红盛新世界2 您一定要来看看 2622-6888 宏盛建设 幸运代销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 节目现场 大陆节能补贴 趁测了在第二季 是停止补贴之后 疫情电视市场需求 反转向下 导致第三季 呈现忘记不忘 算说市场传出大陆计划 在明年农历年节之前 再推出新一波的节能补贴政策 但是目前政策不明 因此市场认为 全年电视面板一运 将会呈现跟去年持平的结果 为了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发展 第十届海峡两岸 信息产业论坛正式展开 原本要出席发表演讲的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最后一刻是选择缺席 由副总裁吕芳明代打上阵 针对四季竞标如火如荼进行 吕芳明强调 台湾在三季发展并没有落后 反倒是四季必须要急起直追了 在新技术上再创新才能进步 四季竞标炒得火热 搭上海峡两岸信息产业论坛正式登场 大陆方面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杨学山领军 带领各大企业约70人访台参与 台湾部落人后同样大阵仗与会 包括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音乐达董事长李时青 经典董事长李秉杰等人 产业大佬齐聚一堂 探讨两岸5G合作议题 两岸如果能够有一个机制 是相互讨论一些事情 至少在技术市场产业发展上 能够有个互补的话 或许对大家都有利 倒不一定只从竞争这个方向来看 所以说达文这边是联盘 也就是会来说 那当然是吧 鲜少在公开场合 落名的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不改以往低调态度 快闪离开 不过比他更低调的 还有原来预计发表专题演讲的 鸿海董事长国台铭 最后一刻确定缺席 由副总裁呂芳明代打上阵 台湾相对于我们很多的先进国家 真的在这一方面 我们是必须要激起直追 而且能够真正是不只是赶上 我们希望能够是能化跃 四季竞标冲上天价 标金已经突破千亿元大关 是不是为了避开敏感话题 郭董选择缺席不得而知 不过有市场担心 业者未来恐怕会把越标越高的 四季竞标金额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不管结论如何 这场竞赛最快在十一月初 就会有结果 林松修复 看不到 安控市场蓬勃的发展 反而就预估未来三年市场年成长率 渴望达到两成以上 纵观市场反处认为 同时拥有软体设计 以及通路布局优势的旗友 有机会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预估2015年 在全球市场的市占率 渴望达到百分之五 比今年成长超过一个百分点 苹果新机热卖 推升了供应链新谱 营运渴望一路的走高到十月 展望明年新谱强调 主要获利来源 还是在来自于这个手机产品 但另外行动电源延伸产品 电动脚踏车等领域 都渴望有新的成长动能 大客户苹果新机销售表现强烈 加上即将要发表的新款 IP5、IP Mini 2 以及Mac Pro等新款笔电 推升供应链电池模组厂新谱 营运进入高峰期 新谱强调在心急益柱下 第四季营运至少还有一成以上的成长表现 今年再赚一个股本应该不是问题 我觉得下半年应该会 在我们公司下半年一定会 好好的 大大好好的都会上半年 这我们公司 展望明年新谱认为 主要成长动能将来自手机产品 由于今年从第三季底才开始出货 对整体营运贡献比例相对较小 但明年开始将有不少益柱 另外包括行动电源的延伸产品 电动工具机 以及电动脚踏车等领域 都会有新的成长动能 进入微型车 微型车是大车的 汽车率最小的汽车 这个应该摩托车 大摩托车 所以这个我们的方向是往这边做 虽然市场传出 苹果iPhone 5C销售表现不如预期 供应链惨遭砍单 引发市场对于苹果概念股有所疑虑 不过苹果股价却持续走高 占上500美元关卡 让市场对于苹果实际表现 像是物理看花 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曾喊话指出 第四季苹果订单很乐观 强调虽然iPhone 5C遭到砍单 但iPhone 5S则有追单 因此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 富士学路关宇台北报道 在客户拉货强劲带动下 立即九月营收月增 将近两成创下一年以来的新高记录 反正认为第四季在网通 以及机上和晶片出货成长带动下 单季营收渴望维持强劲表现 但是因为受到新台币升值影响 反而预估第四季营收将会维持 跟第三季持平的结果 苹果新一代的iPad 预计在整个今天稍晚就会亮相了 根据相关的概念股透露 台湾面板双虎群创尤达 因为良率迟迟未提升 因此没能打进供应链 不过尽管苹果在大陆的平板市场 位居龙头地位 但第二季市占却比去年同期大减进一半 面临低价平板来势汹汹 苹果要如何应应成为最大的课题 苹果iPhone 5s金色大受欢迎 新款平板确定将在22号发表 外传iPad 5也出现香槟色 银白以及太空灰三种颜色 不过苹果试言去三星化的效果 还未显现 面板还是由韩国日本厂手握大单 台湾面板双虎群创尤达 未能打进供应链 整个看供需来讲 今年会比去年健康很多 我们的粮率都已经觉得应该有个水准 所以今年应该会是一个 我们能够重新再回货回来 到我们正常水准的一年 曾经是iPad mini面板供应链的友达 因为粮率一直没有提升 因此错失成为新款iPad供应链 但是苹果在大陆平板市场一个地位 却是受到挑战 根据市调机构IDC统计 尽管苹果在第二季还是占有龙头地位 但出货量降到148万台 市占也比去年同期下降21个百分点 来到28% 面临众多低价平板竞争 苹果市占岌岌可危 苹果大陆市占封王 但后面追兵可不少 端看竞争对手三星 第二季出货量来到57万台 市占11%位居第二 但却比去年上升5个百分点 另外联想出货则以41万台 8%市占排名第三 林宋秀夫 看不到 在供应链缺料影响下 升华部分订单地延到第四季出货 反而预估第四季的单月接单量 渴望上看百亿元 反而就认为除了业绩看好之外 因为升华计划将相关业务 转移到越南厂 在越南人工低廉 月省1.5亿元的加持下 明年获利应该还会更好 大陆PC品牌大厂理想传出 正积极地要并购加拿大的 智慧型手机厂黑莓公司 甚至要签署一项保密协议 可以查看黑莓账目 算是说还未获得证实 不过品牌厂布局多元领域的 还有台湾之关宏达电 Google最新一代的平板合作伙伴 除了华硕、LG 宏达电也确定要角逐了 就看谁省出 笔电平板手机三者之间的界线 越来越模糊 联想说在NB市场拥有一定市场 平板电脑也开始获利 现在要再跨入手机领域 有意收购黑莓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联想签署一项保密协议 可以查看黑莓账户 成功进入竞标者名单之内 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在 明年我们能够去成为 是整个外商品牌里面 在平板 对不起 在那个触控笔电上面 能够成为外商品牌的No.1 尽管成文未获得联想证实 黑莓回应 公司正在仔细评估其他选项 在正式交易之前 不打算披露任何进展 但包括联想以外 思科、Google以及德国 斯艾浦都传出正在和黑莓洽谈 PC厂跨入手机领域处处可见 平板市场这块大饼 同样也是人人都想抢 Google第三代 Nexus 7合作伙伴 除了原有的华硕 韩国LG以外 现在宏达电也打算角逐竞争 究竟Nexus 7合作伙伴 滑落谁家 Google预计12月就会揭晓 由于宏达电5.9寸OneMax 16号起陆续在各国上市 宏达电强调 星际是第一款平板手机 利平在台市占要达到50% 也渴望带动后续营收表现 林宋全副 台北道 去年在第三季冲上高点的金锐 今年第二季还有第三季营收 都维持在十亿元以上 而且分别拿下历史新高 以及历史第三高的记录 加望第四季反正就认为 新日渴望成为网路摄影机 热潮的最大收费厂商 预估单季营收应该有机会 跟第三季持平 维持在高档的水准 新日光转投资太阳能系统 整合厂有望能源 在北美建制的太阳能电站 正式启动了 新日光就指出 累计今年在台湾 日本 和美国的太阳能系统发电量 约75到80百万瓦 较去年成长20倍 全年预估获利上看8000万 成为集团的小经济 全球太阳能产业 历经2010到2013年结构调整 美国太阳能原料商Hoku 正式宣布破产 即将展开多精细整场清仓拍卖 目录清单陆续出炉 引发业界讨论 反观台场营运一路顺遂 其中新日光旗下永望能源 在短短一年时间 就成功缔造亮眼成绩 2013一定是太阳能一个 非常归簧的 永望北美印第安纳波里斯 机场太阳能电站 已经正式启动 是北美最大的机场太阳能电站 累计今年在台湾 日本和美国的太阳能系统发电量 约75到80百万瓦 较去年大增20倍 渴望贡献营收8000万元 预期未来将朝向上市发展 并持续拓展电厂版图 认为达到这个四变工价的日期 一定会提早到 而另一大太阳能电池厂茂迪 成功开发全新一代高效单晶 太阳能电池系列产品 最高转换效率超过20.5% 大幅提升高效模组的产出 以及效率 预计明年低级量产 渴望成为先进科技最新代表作 富士山陆冠宇台北报导 以上是清晰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 重点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北人最接近水岸的一次 最国际的景观 最无价的绿地 最优质的团队 最难得的是 户户挑高三米六 台北车站十分钟 买得起的水岸人生 森林上和园 2293 2333 爸爸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白友 台北基隆合并一体发烧 北北基 最后一次投房价在南南 政府耗资260亿 启动基隆六大开发案 基隆唯一21项精英公社 休闲概念城堡 万平森林保护区第一排 买在其涨点 幸福财富多一点 轻松买快乐住 台北大镇2459 0707 喂 天气好热 等一下我们去西边游泳好不好 游泳 好啊 那我上网查一下 哪条机比较好玩 选择安全水域细水 拒绝成为下一个悲剧主角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股市玩报节目现场 美股市涨跌互建 观望气氛也弥漫到今天的亚洲股市了 今天雅股随着早盘是大多时回软的 台股也开小低金融传产一新蓝山 电子却见到多头回房 宏达电由董事长王雪红 亲自接管营运 冲上涨停庆贺 台积电也拉尾盘收最高 苹果新款iPad将亮相 概念股也重新获得买盘的关爱 大盘虽然说盘中一度 失守了五日线跟8400 但是随着电子是增温回神 加渐指数收盘只有小跌1.05点 以8418.27点作收 成交量再缩小至773.69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 大家都非常熟悉 亚洲投顾的肖又铭 分析师我们解析 明天的关盘重点 而今天是请教肖老师 只有小跌1点 明天盘市是不是能够有 多头继续回房的态势 您的观察 郭凯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 那么针对台北股市 接下来明天 我们认为整体上的关盘重点在于 观察加权指数8411点 能否做一个有效的一个防守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先看 从近期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们去观察 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日K线图 好 从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去看什么叫做波段移动均线 所谓的波段移动均线 在于我们去了解到市场近期以来 每个波段 它的一个平均成本的一个分布 好 从这个分布的结构里面 今天是10月22号 明天是10月23号 所以我们去观察得出三个点位 什么叫三个点位呢 近期的三个转折 它的位置到今天为止 那么总共是怎么做分辨的 好 这个过程里面 各位个人很清楚发现到 那么总共发生过三次的一个转折点 分别是1 2 以及3 从这个高点到今天呢 分别是8个交易日 所以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叫 8日移动均线 接下来我们再看哦 从这个最低点到今天 那总共是7个交易日 如果说呢 以近期本周的最高点 那肯定是发生在礼拜一 对不对 那今天是礼拜二 明天是礼拜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去观察呢 观察呢 从本周的最高点 包括近期上个礼拜以来 的一个两次的一个高点跟低点 所以您可以得出 三个波段移动均线的一个看法 这三个看法的位置区 它就分别会落在2日 7日跟8日 那明天该怎么办 明天台股一开盘之后 各位您可以给它一个叫3日 8日跟9日 好 所以今天为例 我们可以发现到 加权股价指数 今天早盘的一个低点 发生在接近8373点 那今天的高点呢 约略会落在8411点 所以代表怎么样 加权股价指数明天倘若 它可以占上8411点 那代表怎么样 代表排股这个多头 它是正式是一个盆出成型的 好 回过头来各位意思 会觉得说 那针对台北股市本周 甚至于在今年的第四季 该怎么做一个判断 好 在这里我们一样 以所有证券市场 在寻求一档个股 是否被低估 如果一家公司被低估 你应该怎么办 你要站在买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过去以来 我们提过一个理论就在于 其实股票的买卖 证券投资 跟去投资 去买一杯啤酒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一杯啤酒 它的产出成本是10块钱好了 那目前呢 该啤酒 因为该工厂 然后就欠现金 变现金 所以它说 我现在只要卖你6块钱 那代表怎么样 它是被低估的 那反过来讲 如果合理的价钱是在11块 那目前是在14块 我们这个叫做泡泡的价格 泡泡也有它的价格 这个价格叫做什么 叫做交换价格 所以站在证券投资的立场 我们要理解 有一个东西叫做本益比 好 那到底什么东西叫做本益比 我举个翻例 各位做个参考 这是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四 那台股近期呢 在过去这两个月以来 台北股是表现最弱势的 分别是三档股票 一档呢 叫3673的TPK 那还有一档叫2498的宏达电 那还有一档呢 叫3481的群创 好啦 TPK过去这几天以来表现不错喔 一个涨停 然后又被打一个跌停 然后又拉上来 好 代表说 那到底可不可以站在正向 那怎么去做评估 我们的看法呢 第一个台股第四季 当然龙头重点 要去观察3673的TPK 以TPK为例 目前全球28家专业投资机构 针对TPK预期 今年2013年 每股予以在35块9毛9 好 假设 那你就有一个简易的试算方式喔 代表TPK今年每股予以是36块 那如果TPK是36块 我们该怎么做观察 所以回过头来叫做 股价 盈余叫本益比 好 所以呢 我们应该给它这个盈余的部分 你应该填上多少 叫做36 我们是否应该给它一个叫36 当我们给它一个36之后 各位你要自己算 我认为 我直接算给你 不如你自己算 那当你自己算完之后 最起码在未来 不管这档TPK 我们是认为会大涨 不管它未来是涨势跌 你心里面都有个底 知道说我怎么去做观测 好 所以以TPK为例 如果以你是36块 那我们怎么去评估 它合理的股价呢 我们再看底下 这个叫TPK的一个股价 本益比的一个趋势分析图 好 所以以TPK为例 股价本益比跌到8倍 请问是站在正向买方还是负向正向 因为过去以来 只要在9倍本益比站在买方 你不会亏损的 因为它合理的本益比 应该是落在12倍 所以你该怎么算呢 所以你在观察 TPK的同时 一样哦 如果以女是36块 合理的本益比是12倍 那不就36乘以12 你会得出这个股价吗 这个叫TPK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档 今天表现不错 那在今天表现不错之前 大家就觉得它很差 这档股票不就叫2498 那个是叫宏达电 那宏达电这个数字 你说今天涨停也还没到啊 对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我感觉这个比较重要了 好 就如同 我举个例子 这个是在10月3号 这档股票叫2330的台积电 这个是发生在10月3号 某特定外资 针对台积电的一个估值 好 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那我们针对这些类股 我们要自己有一个判断的准则 那这个准则要从哪里来 好 所以我们举例 它告诉我们 台积电目标价138块 那有什么是138块 它说凝突的dip 就是股价掉下来dip 摘下去 就要购买 138块购买 10月3号 台积电报价大概在100块左右 不到 在100块左右 到今天为止 涨幅很灵力 那为什么 它给138 我们要了解这个138怎么来的 好 它说 这个target price 这个目标价138 它们的看法叫做 2014年 每股盈余的17倍本益比 好 那你就有了 2014年 每股盈余的17倍本益比 会等于138块 好 一样 股价盈余不就本益比吗 股价如果是138 台积电 台积电是138 那如果说 它说台积电可以给到17倍本益比 那请问 该特定专业投资机构 针对台积电 它给予2014年的预估值是多少 那你就有个看法了 我们要了解人要怎么审 好 所以这就叫2330台积电 对不对 人家台积电合理 本益比要给17倍 所以股价138块 不就138除以17 我们就会得出每股益余吗 接下来针对台股 我们认为有一个新的主流 新的霸主要产生 这档股票 我们叫做2324的人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叫人保 那为什么要特别去提到 这档个股呢 好 如果单纯就股价的走势 那么我们很难去判断 它是接下来台北股市 2014年我们认为是一个 超级成长性的个股 好 可是如果我们站在 筹码面堆叠的结构里面 你可以很清楚发现到 哇 过去从2012年到今天截止 主要的成交集中在这个区块 那股价占上所有集结区的上缘 代表怎么样 代表喷出 往上看没有卖压 其中在成交的结构里面 它叫做喷出 好 那各位一定告诉我说 那为什么人保是喷出的 我们来看 这是上个礼拜的礼拜五 很快速 我们认为本周主要的观察重点 一个叫台积电 一个叫TPK 一个叫群创 那么一个叫做宏达电 那接下来最主要就在于 要观察2324的人保 那为什么我们认为 人保是一档重量 从上个礼拜五一直到今天 好 人保最主要就在于 全球目前最大的 不好意思 下半部 全球目前最大的 所谓的PC制造商 就是电脑的制造商叫做联想 那么人保跟联想合资 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联保 所以你可预期的 不管从所谓的一体成型 一体成型的电脑到笔电 到桌上型电脑 人保渴望南瓜来自联想 绝大部分的一个订单量 再来另外一个叫聚保 什么叫聚保 人保并购了两家机壳厂 分别是红业新技跟聚用华业 那这两家就合并改称叫做聚保 那么这个聚保是人保跟聚藤 聚藤又是什么公司 聚藤是目前全世界 最大的机壳制造商 所以从综合整个结构 我们来看人保不排除 是2014年台北股市电子类里面的 一个新的一等龙头 那么也值得各位做 在明天列为非常重要 多方的一个共产重点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玩报 感谢您的收看 结果最后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五院龙盘虎具 考试院全长百年人文命脉 及政经学艺人脉 一窗一井 寒运八方 山水造势 船市气运 汉林院 璀璨落成 2236-0000 我喜欢他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都清除 他的筹码分析 让我知道哪一只股票大户拼命买 他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赚 最记贴啊 先用记贴 五分珠 PMG国际团队 献给那壶最美的礼物 树的大阳台 水的空中花园 一户一体厅 一户双树院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活日 2785-0888 为爱战斗 新春 KL毒品 你就是King 民国55年 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 当时约20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101年 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 预计民国111年 约4个年轻人 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以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谈席下一代 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した 欢迎订阅明镜 還是要維吼 在我們沒那麼輕的時間 我總是沒看過 母親要賓 也是每次看他笑得如何 彈唱一個雞腿的 一世人做愛人 就是專業人家 所以那八十年的時候 看大家這樣 牆手沒用 笑眉眉 我就覺得真幸福 今天 您微笑了嗎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提醒您 自民國101年起 取消軍交薪資所得免稅 有關扣角及申報問題 停下各地區國稅局 動物消費請使用電子發票 可對價可捐贈 方便又還吧 你知道嗎 在台灣 平均每七分鐘 就有一人被診斷出 離一萬癌症 而每十三分鐘 就有一人因為癌症死亡 這些不幸 其實是可以預防的 正如提供了癌症篩情補助 可以幫助你 避免造成這些遺憾 現在像大腸癌 口腔癌 子宮頸癌 乳癌 都有辦法靠定期檢查 來提早發現和治療 成功率可以高達九成以上 光是九十九年這一年 在各縣市的醫護理的協志下 政府已經補助四百一十萬人 做癌症篩檢查 早知一萬多個 還沒有出現症狀的癌症 和三萬三千多個 癌症病變 透過早期發現 簡單的治療 成功的挽救 企圖寶貴的生命 癌症篩檢查是救病的工程 你也可以 掌握自己的健康 檢查服務資訊 請到各大醫院 衛生所或健康服務中心 請你趕緊去做檢查